这个国六的车的事情是多 又来伊维科维修站了 事情太多了 情况是这样的 上个星期 我住车几天之后 发车 打木一挂 上面就显示 变速箱警示 然后那个黄灯一闪 一闪的 起初我没管它 因为都是一闪一闪的 我以为闪一会就没事了 直到我来上了高速 那个警示灯啊 就一直亮着 没闪了 我加油也加不上 搭载了三圈转 速度还上不去 七十六十这样的弯下调 我马上找了一个最近的 高速口子就下去了 然后熄了火 再打招 怎么跑都没问题了 回来之后 我就跟我那个销售啊 一个技术顾问联系了一下 他讲是不是升级 正好我的车呢 也有做保养了 于是呢 我今天呢就到这里来 一方面做保养 二方面检查一下我的变速箱 是不是最新版本 这个国六的车子 事情是多啊 变速箱比较多 嗯 所以是有些东西 越神经的东西 事情越多 还是那种老子好 国五应该没这么什么事吧 国五事情少一些 是小一点的 但是 电脑能电了吗 充电啊 我这里车上有电 我把电给你打开 看西洋染红 这个电脑什么都有 电脑一擦呀 车辆状况什么都出来了 搞起来很方便 现在都是一种智能化的 笔记本还没电了 正好我这个房车上有电 这个线是接着这下边的 我来的还是很早啊 结果呢还是有比我更早的车 停了这了 现在地沟呢只这一个 我们做保养可能还等一等 师傅你这个电是哪里来的 这个发电 你这个车上是电瓶 这个车的电是从哪里来 这个没有副电瓶啊 后面没有装电瓶 那是启动电瓶了 那你这个熄了火 这个车就不能没有电了 对 熄了火就没电了 这版本是最新的吧 那他就我就搞了一次以后不了 然后我再熄了火再上高速 就没事了 怎么搞都没事了 刚才师傅用电脑测了一下 我那个变速器的版本 目前是最新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问了一下 我捂的事呢就少很多了 我捂的机子啊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摊的都是进口的 锅六呢是国产之后呢 把它升级了一下 好的东西都是国产的 所以说在匹配度上呢是不是有问题 不知道 反正这次呢 我现在去试一下我的变速器吧 再检查一下是吧 咱们靠了个东西啊 哦 掉了个东西吧 没到位了 这不是啥子 它是那个拖车的一个拉手 哦 把它搞到位 然后到下面去看一下 那个拉上那个 那个波差有免费的位 这是那个拉手啊 剪鸡子弄的那个 说到下面去了 这是五十零的车子 也说经常坏 对 也是卡那里的 跳出来了 它是喷水 它是直接喷到 有关器上去的 它不像我们那个小车 是喷到玻璃上去的啊 我这个 我目前在最大 最大这个地方 两年了 我那年我加满了 你看 现在到最大了 应该是够吧 够吧 够啊 这个位置呢 还高一点点 嗯嗯 空烧旅行换一个 也够脏的了 用气吹一下 用高压气吹一下 刷刷油 别来问题 它上面倒不住的时候 对 倒不住的时候